台北大 台北大 过来吧 过来吧 大毛包 银毛包 一千块八十八米 大毛包的攀登过程一般为五天 实际上攀登和下车共计四十八个小时 下面我们分别从营地情况攀登路线 时间安排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介绍 首先我们从营地的情况开始 总体而言 纳马峰的营地循规导具 这里面分三个方面介绍 分别是佛系的共享营地 少见的动物存落和可见的人类遗迹 一号大本营位于海拔高度4180米 各个登山队之间借用营地的帐篷比较佛系 特别是在这个大本营 也就是说大本营无论是谁搭建好之后 包括中央的大帐和可以用于睡觉的帐篷 其他的登山队到达之后发现空闲 都可以借用 登山队的队长一般清楚哪个帐篷 是哪个登山队所建 根据关系的亲书可以付费或者免费借用 对于登山队而言 这省去了搭建帐篷的时间 甚是节约了很多成本 以2022年秋季1号BC举例 由于不同登山队分别进行的建设 在营地中的不同局部 所以帐篷比较分散 中央帐用于做饭和开会 在营地中靠近贡嘎寺的方向 而住宿的大帐则靠近C1的方向 中间距离大概50至100米 日落以后往返大帐即便有头登 也有很多挑战 C1营地就是比较典型的高山 营地风格了 海拔4800米 相对于其他山峰 那马峰的C1营地面积相对比较大 大帐在正中间 高山帐还大帐而建 由于马匹可以上到C1运速物资 C1竟然还有一个简易的房子 可以用来做饭 那马峰营地最大的特点 是有成群的野生动物 由于人类的活动 会留下带有食盐的食物残渣 这吸引了成群的野生动物来此觅食 有心的队员会装门在周边泼洒食盐 供野生动物食用 时间充裕的情况下 无论是坐在大帐内外 都会被野生动物包围 你喝你的咖啡吹你的牛 动物们远远近近环绕着你 一边觅食一边互相追逐 如果仔细观察 你可以找到他们之间的首领 这倒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最后说一点 那马峰让人失望的地方 也许属于那马峰成熟的商业开发 可以带对那马峰的协作队的数量 可能仅次于大二三峰 也许是因为那马峰佛系的共享营地 造成大家共管 就形成了大家都不管的局面 也可能是那马峰攀登的路线过于漫长 队员们已经无力去处理身外其他的事情了 无论原因是什么 那马峰营地中的垃圾数量 位列我去过的十几座雪山榜首 这里我提个倡议 为了后续登山者的体验 请将自己的垃圾带出营地 同时为了全人类尽可能保留这些最后的净土 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 请把保护环境打在公平上 组上野生动物是那马峰营地一大亮点 其他方面都是循规蹈矩 垃圾确实应该清扫一下了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攀登的路况 从姊妹村出发到BC 要从姊妹村过河 沿路一路向上进入贡嘎景区 途经贡嘎寺休息 这一路虽然在原始森林里 但不同于其他同海拔寻常的马道 路面十分平整 行进的速度可以十分快 到达贡嘎寺后是午饭的时间 贡嘎寺虽然没有什么出彩的古迹 或是宗教遗存 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存在的价值 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这是没有任何户外经验的人 都可以到达的地方 这里可以直接欣赏贡嘎深山 如果是荒郊岩岭 恐怕对于普通人而言 会有些挑战 贡嘎寺提供了简单的时速 是个在山谷里发山蒙的好地方 第二 它所属的地点明显将世界分为两极 一极是人类的居住区 一极是动物的天堂 从地形上分析 跨越贡嘎寺潜入河谷深处 是通往草殿的路径 想必这是早年放牧的必经之地 也是牧民最后休息和补给的地方 单纯从功能性上 这也是保了一番百姓平安了 发过山蒙继续前行 下到谷底再次过河 接下来的是要上升海拔8米左右到达BC 途中的地形比较复杂 有河滩随时坡等 但难度不大 特点也不突出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需要一个心理准备的事 接下来这一路完全是在山谷中进行 时常有乌云覆盖整个河谷 向一条巨龙由远而近 与你擦身而过 能见度会下降到不足50米 这给找路造成了一定困难 特别是跨越溪流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从BC到C1 BC到C1非常明显的分为两段路 河谷部分和山脊部分 我们此行使用的是1号大本营 从1号大本营向C1前进 会途经2号和3号大本营 可以在后面的营地做修整和吃午饭 顺便拍摄野生动物 前面的路和到达BC有些类似 沿着河谷伴随缓慢的上升 前行即可 偶尔在冰川冲出的巨石间 跳跃前进 只要注意不崴脚即可 这段路大约上升了海拔200米 剩下的400米便是在后半段 通往C1的路上山脊部分 通过3号营地的时候 山谷会向左急转90度 坡度陡然增大 要走出枝子形 迅速地达到山脊 这样的目的是使路线尽量成为直线 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行进的速度 上到山脊上 植被的高度和覆盖的面积迅速下降 基本上没有超越膝盖的了 地形以草垫和碎石坡为主 翻越崖口后 上升100米就到达了CE营地 纳瓦峰的冲顶过程相对就比较单调 上升海拔高度800米 总体坡度不大 基本上不需要任何技术操作 甚至不需要带冰稿 由于没有冰裂缝 滑坠的风险也小 当然除非自己作死 所以一般也不需要截阻 没有横切或刀锋挤的路段 山顶的面积足够大 没有任何暴露感 以上是介绍了路程的情况 下面我们看一下整体的登山计划 在介绍之前想声明一点 我们这次攀登 有登山加穆萨这样的顶级运动员 也有小龙一样神一样的存在 又由于我们一行人多数是经验丰富 且有过多年的磨合 所以我们的行程比较随意 我以下介绍的是标准行程 而不是复述我们的行程安排 第零天在成都集合晚上聚会 检查装备并且开行间会 第一天从成都出发前往姊妹村 全程大约12个小时 途经康定折多山共嘎镇 姊妹崖口晚上在藏民家吃过晚饭尽早休息 第二天从姊妹村到BC耗时4-8个小时 上升920米 队伍要在8点集合整理装备 协作队会安排马队进行运输 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 徒步向BC出发 中午在共嘎寺吃午饭 大约傍晚到达BC 第三天从BC到CE耗时大约4-6个小时 上升620米 途中在三号大本营吃过午饭 运气好的话可以观看野生动物 第四天冲顶后返回姊妹村 冲顶上升大约800米 耗时4-8个小时 冲顶后返回的路程全程20公里 下降2500米 上升400米 大约需要5-8个小时 对体力有较高的要求 第五天 姊妹村返回成都 大约早上7点出发 傍晚到达成都 随后进行庆功宴 接着队伍解餐 次次攀登活动 宣告正式结束 最后讲一下物资运输和其他的注意事项 我们这次跟随的是十二领导的风行户外 往返大本营的物资包括睡袋 技术装备和路餐等 协作队会提供免费的运输服务 其实是借助了当地的马队 接下来我谈三点注意事项 第一不建议队员自行背负重装 原因有两个 首先这座山的路程相对较长 返回要徒步20公里 重装会影响下撤回到姊妹村的速度 如果天黑以后还未到达很容易迷路 其次BC至C1的坡度相对比较陡 地形也比较复杂 重装增大了崴脚等其他风险 即便有长期的攀登计划 个人也不建议自行背负装备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登山第一次没有自主重装 第二返回的路途较长 并伴随着上升对于体力有巨大的挑战 应对的方案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骑马下撤 考虑到安全问题 徒步下车到C1最近的3号大本营才可以开始骑马 然后到达贡卡斯后换乘摩托车 价格不菲 总体是1350元人民币左右 第二个方案就是在下车到BC后留宿一宿 次日再返回姊妹村 这取决于登山队长根据队员的能力进行整体安排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返回的途中要防止迷路 特别是回程跨越BC以后 首先这里河道纵横交侧 容易找不到前人留下的脚印和马匹的粪便 造成找不到路 其次走出贡卡景区临近姊妹村以后的路 差路非常多 甚至有的路径形成了环形 也就是绕一圈又走回来了 再加上BC以后的路不是一路下坡 依旧伴随着400米的上升 如果走错路再决定返回BC 或者是贡卡斯另做打算 都需要有足够的体力才能走到 这就大大增加了风险 所以建议大家结伴而行 并提前把GPS数据下载到手表上 这才是上册 我此行悲催的迷路了 后面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 讲述这段经历 包括我遇到的问题 在困境中实施了哪些自救方案 最后是如何得救的 最重要的是我在事后所做的反思 以及做的纠正预防措施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CAP